立法委候选人登记4号的蒋新章 年初的立委选战 新北市议长蒋跟黄的儿子蒋新章 占路口外票 而在他身旁的是新北市议员戴湘怡 全力复选蒋新章 如今两人关系被影射似乎不单纯 戴湘怡18号在脸书写下 终于找到时间跟家人出国放松 到日本长野度假 底下有一名州姓里长留言 确定是跟家人出门吗 不是跟别人老公吗 那也传些和家人的合照吧 更说反走过必留痕迹 若没有道德观的人 如何有脸面对选民 而这名州姓里长就是蒋新章的岳母 让外界好奇他所说的优父之夫 难不成就是蒋新章 我尽全力帮忙复选 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从头到尾就是跟新章 就是单纯的选举伙伴关系 希望他们的家务事 也不要影响到我们无辜的外人 戴湘怡说自己是14号 跟家人出发到日本旅游 至于蒋新章的确也在日本 不过是跟自己的团队 两人在21号同天返台 引发联想 但蒋新章爸爸将跟黄 帮儿子澄清 对此蒋新章也发出声明 指出我与代议员并没有任何超越友谊的感情关系 这几天都与去年的选举伙伴在日本旅游和代议员的行程完全没交集 至于我岳母的指控与错误猜测 无意公开批评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文字中尽显无奈 而岳母周姓李长的留言已经消失 蒋新章选举失利后 没想到与美女议员的好交情 再度引发关注 三级小黄晏晨 郑海忠 新报道